好 在香港高級酒店前 泰國媒體包圍朱立倫 因為繼新加坡總理李顯龍之後 朱立倫見了香港特首 當然也有遇到梁特首 大家就是幾桌人客人一起共聚一堂 閒聊 談了很多包括一些社會不利的工作 老人社會的問題 還有幼兒照顧的問題 還有提到一些 大概也提到一些醫療保健的問題 把社政掛嘴邊 畢竟香港形勢以新北市長名義出訪 但同時也是史上第一位 訪問香港的國民黨主席 與特首梁正英見面 格外引起香港與北京當局關注 你有傳達北京的消息給朱立 朱立會有望嗎 怎麼可能 現場這麼多30多位的賓客 就是一個公開的宴會 那我這個會方是 好像梁特首是原來他們的 原來之前他們的榮譽顧問 讓正英朱立倫一前一後離開 對朱立倫的內容刻意擺在市政交流 不說兩岸議題 但朱立倫岳父高一仁動作頻頻 公開說樂見朱席會 超越九二共識 讓朱立倫頗尷尬 可是我說句實話 我只能跟我爸爸講說 不要講這些話 補岳父的好 我回去拜託我太太好不好 雖然高一仁對女婿有期待 但是朱立倫在香港保持一貫的態度 不管是剛剛結束的朱梁會 或是可能發生的州席會 國光交流只能做不能說 以上中文新聞記者黃彥均 陳一文 在香港的採訪報導